纽约自家 纽约开学 原来纽约教育局的计划 是9月16号开学 开学呢 分成这个ABCD四个小组 也就是一个班里有这个24个同学 六个人一组 四六二十四个人 这二十四个人本来呢 一个教师本来一起上课的 现在呢 老师还是来一个 老师再来一个 学生呢 来六个 A组的六个来 明天呢 B组六个来 后天C组六个来 那D组的呢 一直在家 上网课 那A组上课的时候 BC和D都上这个网课 在家里 那B组上课的时候呢 A C D 一块在家上网课 就这么安排 分组呢 来学习 这样呢 每次接触的都是这些同学 他呢 感染的机会低 然后呢 每个月呢 再有10%到20%的学生呢 在抽查 在检测一下 D组的从来不上课 应该不用检测了 A B C组的估计是 这个没太说详细 反正是上课的学生 10%到20% 来检查 看看有没有感染 这个武汉肺炎 感染了 一个 这个班就关门了 感染了三个 这个学校就关门了 整个学校就全部都关了 估计是这样 老师呢 是不满意 抗议 他说 我们得每天去 孩子轮流 我们轮不了 但是 抗议归抗议 那他们 还得去 这是推迟了一下 从16号呢 就推迟到29号 延迟几天 也就是 照顾一下老师的情绪 那家长呢 其实也不太适应 很多人都会选 这个愿意去低组 就是说 我 只在家上网课 但是学校安排 可能就是 得有一部分 人来适应 大家都不来适应的话 那小孩都不习惯 家长都不习惯 一直待在家里 整个社会呢 启动不起来 如果大家都能上课 然后呢 有10%到20%的检测 看到没有什么问题 检测的这些人呢 这些学生呢 都 没有感染的 感染率呢 还是很低 现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呢 在纽约市五区 一般呢 都在200人左右徘徊 多的话 250 少的话 150 120 多的话 那么260 270 已经徘徊了两个月了 这个检测呢 一般在1%以下 也就是说呢 有1万个人检测 只有100个得的 有2万个人检测 只有2个得的 那2万 只有200个得的 就是1%以下 够这个条件的话呢 才开始启动开学 启动餐馆 有1%的人吃饭 餐馆也是1%的人吃饭 学生呢 也是1%的人上课 这个1%怎么来的 不知道啊 这个应该是通过 过去的100年以前 这个历来的一些 传染性的疾病 政府怎么处理的 可能是按照过去的办法来做的 反正现在呢 是这个1% 1%是感染力1% 1%是1%的人来学习 1%的人到摊馆吃饭 也是1%啊 就按照这个步伐 慢慢的呢 让我们的行李呢 来放松一下 就是没有那么强的戒备心理 像我开车 也是1% 我原来跑三天啊 我三分之一 现在跑一天啊 三分之一 这样呢 让整个 一个礼拜啊 一个礼拜跑一天 原来是一个礼拜 跑三天啊 那那算是三分之一啊 大概按照这个情况呢 让整个社会呢 逐步的这个复苏 家长适应 老师适应 整个社会适应 呃 当然呢 还是一个 就是可以回头 一旦发现感染的人超过了1% 一旦发现 这个一个学校 有三个人感染啊 这个学校就关门啊 一个班 有一个学生感染 这个班就关门啊 按照这个方向呢 在逐步的呢 呃 来适应啊 这个疫情 因为疫情一天解决不了 我们不可能 人不活了 是吧 所以说呢 政府呢 用这个办法来做 那我们呢 也按照政府的步伐呢 来慢慢适应 这个 呃 纽约开学后的生活 整个社会 能够 一个正常的 一个适应 正常的 嗯 一个开放的社会 啊 谢谢大家